VR 遊戲大家就玩得多了 整個東西都蠻累積的 有沒有想過這麼厲害的一個裝備 加入你的眼鏡已經可以玩呢? 玩完一波三分鐘的體力消耗就非常之大 還有很過癮的 因為你不捨揹到整個東西 還可以周圍走 其實整個遊戲的互動性是很大 而且還很降薩 因為你不可以只想死攻 還要跟你的隊友合作 究竟誰何時放球 何時放隊 其實這個遊戲的運動性 和VR遊戲是非常之好玩的 遊戲界的趨勢都開始向VR和AR的方向發展 所以剛巧我們看到有個遊戲 在日本已經在玩了 我們就膽粗粗地去談個代理回來 誰知就OK了 所以現在就嘗試在香港推這個AR的對戰流行 因為如果固定場的話 就同一個時段 我只可以容納一班客人 可能大家都想一些高峰期 例如星期六晚玩的 那我可能一班客人玩的時候 另一班客人就玩不了 因為場地問題 但如果有流動的話 其實他們無論在哪裡玩都可以 就是住室內 以及可以同時應付兩班客人 這個模式會比較好 其實投資都貴六位數 你知道寫一個APP要惹錢 所以其實最重要是一個APP 其他的成本 包括一些可能器材 其實都不便宜 但至於回本方面 暫時沒有想 只是覺得這盤生意 或者這個遊戲 其實我覺得一定是有得玩的 所以沒有計算過這件事 總之就好玩就可以了 很明顯 大家可能以前玩過一些實體射箭 就開始向VR去發展 去幫助那些 因為可能大家已經感受了一些新的東西 我剛好覺得 這個趨勢 也是未來發展趨勢 例如手機都越來越強 所以我覺得遊戲 你的感受 所有你接觸到的東西都會越來越新 Yoni 你好 你好 你第一次玩 你覺得怎樣 這個遊戲 其實我覺得這個遊戲 是挺好玩的 一個新嘗試 還有挺消耗體力的 因為玩完80秒 再玩三分鐘 如果普通一個女生 這樣玩的話 真的有點吃力